在四月份,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,可能有希望有部分疫苗能够进入临床或者应急使用。 当然大家也知道,新冠肺炎病毒是一个新病毒,我们对它的认识、探索还有一个过程。 那么同样,疫苗的研发也一样,我们也要在探索和深化的过程当中逐步地解决一些问题。 感谢观看